字幕作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呢來到了這個 陽光明媚的南加州 Sandiego 是聽說他們算是 現在生計重鎮的一個 對 所以我就很好奇 然後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我覺得台灣是個非常值得發展醫療觀光的一個島嶼 對於我們醫療產業這麼的 就以亞洲來講算是買PARANIR 然後也非常有SOLID的FUNDATION的 呀 所以呢 今天呢就來到了所謂在San Diego 他們最重要的就是BioTech的一個重鎮 就是他們的那個 呃 加州大學San Diego分校 叫做UCSD的大學城這裡 沒錯 聽說呢是只有三條公路所組成的這個 那個BioTech的金三角重鎮 然後我今天就是很高興來到這邊 然後 所以說呢看到這邊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國安不出 沒有讓我失望 對沒有讓我失望 原因是什麼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他這邊的這個Library超美 真的沒錯 就是這個 看起來長得像飛碟的這個 是他們的UCSD的Library 我覺得超轉的 真的很轉 而且他除了地上以外 還有地下 非常酷 整個就是一個 有一種非常 high tech的那種感覺 呵呵 OK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之前當然不是這個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然後他整個這個 就是大學城這邊逛了之後啊 這邊有一個 讓我覺得很熟悉的感覺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整個在這邊周圍啊 他那感覺真的 其實會跟一個地方很像喔 Feeling超像 這跟祖科很像 超像 怎麼說呢 祖科 因為 或是跟矽谷呢 或是跟那個 對 就是跟祖科很像 為什麼 因為呢其實 這邊就是也是學術重鎮 所以就是像 大學啊有研究型機構 所以人在這邊其實都 這邊就很安全 在這邊跟City比起來的話 真的環境安全很多 然後 然後也都 就是你可以看出來 大家是滿研究型的 像博士啊 那種PhD啊 之類的 可能他們都走在路上 就是有那種氛圍啦 對 然後除此之外呢 周邊還有很多 這邊BioTech很大的科技公司 他們的Headquarter 然後辦公室全都在這邊 所以也就是說 整體的感覺真的 嗯 有像 有像足科的感覺 那種氛圍的 那種氛圍的 我覺得唯一比較不一樣 是他們的那個學校啊 基本上是走 比較是開放校園的方式 所以說就是大家都可以隨意的在這邊走動 然後 然後 就是也就是說 基本上啊 學校類的學生師生們 跟產業界交流 很有可能會因為這樣 變得更 就是更自在 更自然 嗯 然後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像一些Cafe啊 或是一些 收尾的一些餐廳啊 就會有很多Mix 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即是來這邊開會的人 或什麼之類的 嗯 不限於是學生 然後 另外呢 還有一個點呢 就是說 感覺就是他們 學校的建築物 我覺得比較帥 呵呵呵呵 所謂比較帥呢 就是比較像 怎麼講 就是 比較像 Well 像台灣可能像那個 實踐大學啊 或者是東海大學 就是比較有個性 然後 比較 design 然後 對 architecture 比較漂亮 大概是 比較有創意 或者比較有活潑吧 大概是像這樣 嗯 現在啊 我們所在的呢 就是 UC SD 旁邊的這個生技產業園區囉 所以說現在在我們旁邊這邊啊 所有這些辦公樓啊 很多都是這個 就是全球非常著名的 就是生技相關公司還有科技公司 都坐在這邊 然後包含例如說像 那個 Human Longenity 這間最大的公司 然後還有 Unumia 類似像這樣的公司 都是坐落總部在這邊 好 好 晚安 好 好 大家